這個本來燒紙巾是比較道教是有的 但是佛教裡面也照這個西石 也有在做燒紙巾的事情 但是燒紙巾對現代的這個方法 當然是有一點影響 燒紙巾對現代的方法 是有一點影響的 其實影響並不是很大 影響也不是很大 但是紙巾也是一種精神的手段 而且那麼多的紙巾 你還沒有問我先幫你問 先講 我告訴你 所謂的紙巾 就跟超商一樣 你說鈔票是真的嗎 它真的是可以用 它可以買東西 新台幣你到了 要坐車 要做什麼行住坐臥 吃飯睡覺 全部都是要錢的 房子也都是要錢的 都是要新台幣的 它可以有作用 是誰在作用它 是政府在作用它 政府如果說今天 這個所有的新台幣全部廢了 我們改成另外一個新新台幣 那新新台幣就變成有用的 新台幣就變成沒有用的 你鈔票誰認定了政府認定 你才變成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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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紙跟一些墨水 那也是鈔票 紙巾的道理 我們不談繁寶不繁寶 紙巾的道理就是這樣 這個紙巾是生活中裡面的紙巾 是誰認定的 如果是師尊認定的 這個就有用了 因為精神在裡面 有認定就變成有用 如果沒有認定 你自己可以去Copy 你買了一張紙巾來 現在Copy 那個Copy的很簡單 你家裡 每一個人家裡都有電腦 都有 都可以印 另外也有那個好像叫Copy機 你都可以印啊 你買一張 自己印啊 印出一大堆來 你燒給你的主線 你想這樣會有用嗎 就是一定 那個是 那個就是微鈔啊 那就是假鈔啊 那就是假鈔啊 你說有一個寡官 然後問一個換人 你怎麼可以印回鈔 他說因為我不會印真鈔啊 他講得也對啊 他不會印真鈔啊 所以真鈔跟假鈔 是因為認定而來 認定而來 因為政府認定這個是真鈔 你自己印的那是假鈔 好 今天也是一樣啊 那個紙巾啊 有用跟沒有用 完全在認定上面 有沒有精神力 有精神力的變成有用 沒有精神力的就沒有用 是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選的是真鈔 對 然後呢 這個鈔要給誰 要送給你的祖先 當然 你說一大堆鈔票在這邊鈔 你沒有指名要給誰 誰都可以來搶 一樣的道理啊 你說那個 銀行被搶 有一家銀行被搶 搶了 以後呢 那些 那些搶的話 大家集合在房子裡面 大家開始數照片 那個人 有一個人出來 就跟他講 你可不可以要數 你們數數啊 大家分錢 分成四份就好 四個人搶就分成四份 大家拿回去就好 你們要知道錢有多少 明天看報紙就知道了 這個政府會幫你數好好的 對不對 警察會幫你數的 這在數什麼 拿回去跑啊 跑得越快越好啊 對不對 我們今天這個鈔票 就要指定某一個人 可以收這個招 可以收這個鈔票 你先要指定某一個人 然後請你在哪一個地方燒 你就請你的本尊 請你的護法 把這個鈔票交給自己的主線 這就對了 請本尊跟護法 對 一定要請本尊跟護法 讓這個你的主線 再把鈔票運過去 像我們做火供 也是轉送啊 也是轉送啊 我們指定今天 像昨天啊 我們做的火供 是要給觀世音菩薩 沒有別人會來搶啊 但是觀世音菩薩 本身有很多的護法在 我們做的結界 我們做的結界 所謂做結界 就是說 這個鈔燒出來的火供 是要給觀世音菩薩 有火天神轉交 給觀世音菩薩 同樣的道理 對 其實我可以 就是 第一個要求 然後 也是認 認證的 證操 確實的證操 然後要求 很多護法 手動 對 就可以了 那你說那個鬼伯那邊的 父母呢 那當然 就是他們鬼伯的來 那些鬼伯養的鬼來 來拿走啊 對不對 那佛菩薩不是 當瞪眼嗎 因為他比較相信鬼嘛 對不對 他奉了五個鬼的精神啊 他當然是五個鬼的精神 他精神力都在鬼上面 你 其實 正邪就是在這裡 你是如來的正見 當然 但 活會來 你一天到晚 再提上這個 提上這個 五個鬼伯母 當然 就他精神力就在鬼上面 所以這個問題就 所在就是在這裡 好 那現在您問這個說 那我們在說了這些動作之後 如果說我們是起人戴燒紙巾 我們不能戴這個 這個就是金紙巾的時候 那這個紙巾有沒有作用力 戴燒嘛 那 那就是等於是說你這個 應該如果是這個人說我燒的 我去帶燒 喔 燒金 那麼由這個來帶燒 那個人也是用同樣的方法說 這個紙巾是要給誰的 他請這個本身跟戶法來守護 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帶燒 好 好像我們去銀行以前 可以也可以什麼人去帶燃 不一定這個 一樣 跟世間的這個道理是一樣 是相同的 來吧